今天我们来练习菊画的另外一种画法 画一个天小一点画半的 类似于小雏菊的画形 我们还是用双钩法去画 一间蘸水调一下半末 一间蘸一点末调一下 还是从上往下这样有一定的弯曲度 让它有一定的走势 然后这边我们画三朵 上面画少一点 两边分一下组 颜色也可以有一些变化 画平一点的花瓣呢 就不画太多的层次了 整个花形偏小 还是从中间起笔去画张开的这种花形 然后外边缘画出去一点 不要太多 大致这个样子就够了 这是一朵偏正一点 朝向我们去画的 然后我们再画一朵 扁一点的花形 那两边伸长 上边放短 它就斜过去了 大致这样 这边也是一样我们画一个斜向的 不平的地方我们就再稍微加那么一小组 大致画成这种椭圆形或者正圆形 三朵花画完之后呢 让它有一个大的取势 我们再在这边画向下的几朵画 不要这朵画向下 后面这个就画的短一点 不要画得太整齐 它呢刮拨还是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向下垂 后面再画一个稍微向上一点的平一点的花瓣 让与它形成一定的对比 让与它形成一定的对比 后面加一些小的花瓣来丰富它的角度 这样我们大致它的花就画好了 这边我再紧凑一点画一个它的小花包 也是向下一点 然后我们来画它的枝干 注意有适当的干底 然后穿过它去画这边的组织 其他的枝呢 你可以就都画过去 也可以有一定的穿叉的感觉 然后我们画一下它们的叶子 叶子也不要太大 因为花形就小 那它们的整个植株就小 这边的密集长度比较多 然后这边的叶子密集长度也会比较多 可以多一些墨色变化 基本上就是把空隙填满一些就好了 不要留有太多空隙 我们大致填一下这些叶形之后呢 可以也是点一些小的细节在里面 小的碎叶子在里面填一些细节 还是蘸取浓墨 来画出它们的叶脉 在这边的叶子里面填一些细节 然后比较小的叶片就可以不用画分的叶脉 只画一个组叶脉就行了 用这个情况加一些胎点 然后我们在这个花瓣里面 用墨去点一些花蕊 种的呢我们有的就不需要点 就空开它 还是同样等墨色干了之后再去染色 感觉一下我们的花里面的墨色干了之后呢 拿颜色的色笔去调一下里面的颜色 可以画不一样的颜色这一次 我们润湿色笔先染两朵黄色的花 然后这边呢我们染一个红色的 然后这边呢我们染一个红色的 可以染一下偏绿色的感觉 可以直接调三绿色 适当地加点墨或者褶石 让它有一定的变化 这边呢染的时候也可以来一点过度 边缘不染啊 让它有点泛白色的感觉 这样我们一组三色的菊花就画好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